DFC挑戰評審幕後課集 我認識東方事務主 他是DFC的Ella Julie 他是DFC的毛毛蟲 Yvonne 他是DFC的那個男人 aka赤天神 他是DFC的裝畫小豆腐 我哥 他是DFC的老爸 創辦人 許欣偉 大家好 我是徽雄君 大家好 我是鄭舒娃 我們是DFC挑戰神器王 大家好 我是常老師 我是韓文 黑娜 我是雅雲 大家都叫我阿魂 阿魂娜 我是婷雲 大家都叫我阿婷 我是Nancy 大家都叫我阿蘭娜 阿蘭娜 我們有一小段的快文快答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囉 請備出DFC的願景 我們希望每一個孩子在每一所學校 能夠幫他笑出主導自己未來的男人 誰會的同編電話跟愛心碼 同編26398811 愛心碼2721 電話號碼 那個 23681311 優秀優秀 說出DFC被叫錯過的名字有 HTC 請說出DFC曾經被叫錯過的英文 KFC DHC PFT OK 在DFC裡面你最喜歡的狀態是哪一個 桌子殭屍計畫 請模仿一個Kate的口頭禪 哈哈哈哈 然後羞都累 然後再來是肺炎期間除了家以外最安全的場所是 在DFC辦公室 先告訴我們DFC的願景是什麼 DFC的願景是 願每一個孩子在每一間學校跟我們發酵出主導自己未來的能力 唉唷 來下一題 說出許七萬榮像是誰 劉德華 唉唷 有錢卻很無聊的人生跟沒錢卻很有趣的人生選一個 沒錢卻很有趣的人生 講出三個教育的非盈利底支 I ask you for you DFT 嗯 翻轉 玩轉 玩轉學校 對對對 我要錢 我要錢 不要吸管 喔 好 說出居家辦公時期A組的人有誰 我 還有 A 還有嗎 還有 還有Winnie DFC最常被叫錯的 DFC KFC TFT 好 再來是二選一 有錢卻很無聊的人生跟沒錢卻很有趣的人生選一個 講實話嗎 對 有錢卻很無聊的人生 好 請問一下現在在廁所裡面馬桶左邊的那一個問題是什麼 想要看哪一部電影 錯 錯 再來是請模仿Kate的口頭禪 我是智障 那我們正式進入DFC挑戰評審訪問囉 在DFC挑戰評審期間 總酬組常做的是使用哪些呢 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涵蓋了頭和尾 頭的部分就是挑戰故事的行政審核 包含了 就是這些故事有沒有使用我們的學習單 然後有沒有上傳相片或是影片 那另外就是輔導員要記得點寫問卷等等 那最重要就是參與的同學們 你們的英文姓名的病因要確認 這次我們總共有寄了四十多份的包裹 那共有九百多件的這個徽章和證書 那最後這些證書和規章就是要交到你們的手上 要平台優化 我們要幫大家測試我們的挑戰平台 是否能夠正常的去運作 那課程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呢 就是在挑戰評審之前 要截止之前 看看老師們跟孩子們有沒有確証的東西 然後適時的做提醒喔 課程組還要在平衡的過程中呢 從孩子的學習單中去想像出 他們到底就是創造了什麼樣的 就是解放去解決了他們所發現的問題 就是我們會希望可以看見孩子 努力行動的價值 他們願意展開行動也很值得肯定嘛 我們會在平每一個項目都會很認真的勾選 然後會重複去確認就是有沒有這些項目這樣 我做的事情呢 是主要跟所有的夥伴們同仇 我是DS挑戰的主要負責人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有沒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讓DSC的故事可以露出 我要負責去媒合對外可以合作的機會 可以轉變成能夠讓孩子分享自己故事的舞台 就是能夠擴大孩子們的影響力 就是為了要擴大孩子的故事影響力呢 就算沒有一個滿滿的大平台 可以去演說他們的故事 我還是希望可以放在官方網站或是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就是要把這些故事畫成文字 所以我們也有招募故事的撰寫志工 去撰寫孩子們每一天的DSC挑戰故事 我們現在在幫孩子做電台的分享 跟孩子視訊那麼習慣上電台的感覺 我負責說戰術感的感覺 為什麼你就可以演藝好好喔 在挑戰評審期間 你負責的業務對他人最有價值跟意義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我覺得是在評審的過程當中 也很努力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 然後從他的故事當中 其實我們都會發現 孩子除了解決問題外 然後在歷程裡面其實他們都能有所成長 然後這個改變都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是評審當中 很有價值跟意義的一段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 就是我們可能很善於批判 就是世界上看到任何問題 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 收集到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有800多個孩子 然後願意為了他們身邊看到的問題 要去實際付出行動 然後做出一點點改變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樣的不一樣 然後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在跟同學公立電台訪談的時候 就是他們一開始可能很緊張 可能故事都講得很大 但是一次一次練習之後 覺得好像成熟了 就是進步的感覺 就是講得很大人還好比我本人還好 協助很快速的跟廠商那邊處理平台 老師反應的方法也很快就改 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你們覺得 最有趣或是最好笑的部分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覺得有幾個小孩子的那個感受 我覺得真的是 滿可愛的 比如說有幾個感受到的問題 是書包 書包中到快要粉身碎骨 我想說他已經中到多重 就想背背看 就是呢我評的第一個故事 然後他的名稱是 某某某某東西自己辦 然後他的那個辦是寫花瓣 然後就想說這個故事感覺很有趣 就是最後的解放應該會跟就什麼花瓣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看了這個故事之後 他根本就沒有講到花瓣 就他想要講的是辦理的辦 然後 寫錯字 三層寫錯字 對就是寫錯字 下一題是 你最想靠陪第二次挑戰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呢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今年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延緩了就是繳繳的期限 但是呢真的 我們知道老師真的在現場都非常忙碌 所以可能還是有很多 比如說比較小細節的行政那邊沒有交 所以在最後一天就有連環扣的部分 就是電話部分就一直想 電話想到下班 甚至半夜都還有 有接到 半夜 半夜 半夜的夥伴還是有接到 就是來自各界的問題 臉書啦 喔 因為我們的學習單就是在紀念 還是沒有使用到改版的 所以它比較簡單 還是也寫得很簡單 然後很多的時間去導捕 然後他們到底就是做了哪些事情 對他們中間都是非常的就是 嚴謹 應該大家都神花園了 神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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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可惜啦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大家 精彩的時間裡 我蠻想講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我完全可以就是明白 因為 老師是要帶著孩子去參加分享 那老師還是要家長擔心孩子的安全 所以我們也是因為 我們想要把老師還有孩子 甚至家長擔心都想 希望可以放在第一水園 讓大家在安心跟健康的情況下 參加分享 所以也就是讓我們去想到說 那假設今天真的一切都因為疫情 而言當或無法澄清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就是 疫情的背叛可以去 經濟第二次的發展分享 那我想套北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授權啊 那個要填很多的那些 根本證啊 後世嗎 什麼之類的 真的是有夠麻煩的 但是因為在法律上 就要保護孩子 我們也在很努力的去想 還有沒有什麼更簡單 更明瞭 然後老師們在操作起來 沒有那麼複雜的授權方法 就是謝謝各位老師們 各位輔導員們 這麼這麼細心的協助我們 去做這件事情 讓我們能夠更全面的 從小就讓孩子知道 這個智慧財產權是什麼 還有各自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下一屆的平台 就是會改的更友善